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 裁判马日齐判定越位 没有自行查看VAR视频回放 慢镜头显示 哥德斯在传球的一瞬间 的确有轻微越位协议 不过 此时的时间比较敏感 因此 鲁能球员和球迷都非常不满 到手的绝杀没了 一分还能有吗 没有了 商品补食继续给时间 比赛第99分钟 这已经是超时了 此时 埃尔克森申诉豪尽米 紧取首球 主裁判马日齐在亲自查看VAR视频回放后 判发点球 这一下 鲁能球员和球迷炸锅了 绝杀被吹就算了 结果给了对手一次绝杀机会 最终 托尔克主罚命中 上岗2比1绝杀 托尔克拖一庆祝 比赛一直混乱到了102分钟 此时 故事已经来到了12分钟 这是罕见一幕 从3分到0分的鲁能球员非常不能理解 赛后依然在质疑 他们从大喜到大悲 李小鹏在后保持风度 但是苦涩的笑容证明了他也不理解 为何会这样 毫无疑问 这是本赛季中潮最有戏剧线的10分钟了 助裁判的判法引起争论 这样神奇的剧本谁能写出来 另外一场比赛没有任何悬念 背景国安3比0完胜身足 联赛开局好去9连胜 继续刷新中潮开局连胜记录 第12分钟 张玉宁左路送出直塞 巴坎布晃过门将后 颓射空门入网 国安1比0领先 第17分钟 国安前场任意球机会 奥古斯托的射门稍稍偏出 两分钟后 奥古斯托直塞 巴坎布带过巧位后 挑射破门 国安2比0领先 第63分钟 国安继续扩大比分 门将邹德海警区内大脚把球开出 前点张玉宁背身得球 跟队友转传配合后分球 剑区左侧奥古斯托插上倒地 推射入网 国安3比0领先 张玉宁两次助攻 最终国安轻取对手 拿下中超9连胜 一分榜上 国安依然领先上岗5分